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情就是他急于想要重返整个军选的活动 但是因为受限于新冠病毒感染 他目前还在属于观察期 隔离期 还有七到十天 所以他必须待在白宫里面 当然白宫现在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源中心 不过白宫不愿意谈这个事情 不到目前为止美国媒体披露 有20位跟川普接触过的高级官员 白宫的幕僚 白宫的官员 还有选战的幕僚都已经确诊 那这样的范围可能会持续在扩大 但不过白宫不愿意释放披露这个消息 也不愿意疾病管制局CDC 来介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病源追踪 那我们第一个讨论到 这个美国总统川普的第二场辩论会 10月15号原定10月15号在曼阿密举行 不过因为他受到感染的问题 正在民主党中的候选人拜登 基于安全考量 基于这个怕被传染 不愿意参加面对面的这个沟通 那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委员会 提出一个折衷办法 就进行视讯会议 视讯会议就是两人在视讯 透过这个视讯聊天 视讯证监辩论 但是不亲自面对面 不过这样提出来之后 拜登愿意参加 但是川普今天早上最早的消息是 他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 所谓的视讯会议 所以到底川普跟拜登 有没有可能10月15号 这个参加辩论会 现在变成一个谜 不过江振泽也提到了 到底10月15号会不会破局 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川普能不能够痊愈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拜登跟 拜登跟川普 有没有两人都接受 所谓视讯会议 尤其是川普 那另外有关于这个川普 昨天录制了一个4分钟的 一个视频 在他出院之在白宫的 玫瑰花园草坪上面 一个户外的活动 户外的一个场合 录了4分钟的这个一个视频 在他的推特里面播放出来 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提到了这一次的新冠病毒 让他有所体悟 然后再次规矩是中国的错 是中国要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江振泽用这边分析的川普提到的巨大代价 是不是在选拳11月3号川普还会动作 我们目前不明朗 不过他认为川普可能做动作有三种 在第一种就是在关税跟这个科技战之后 有可能川普会打出金融牌 也就是对大陆的支付宝以及微信支付呢 这样的一个金融牌来打出来 来禁止这个支付宝跟微信支付在美国使用 这是一个涉及到中美资金很大的一个金融问题 跟利益问题到而且这个后座力跟杀伤力很强 不止中国会受伤害 美国也会受伤害 这是江振泽兄提到的这个第一个 可能川普要中国大陆付出代价的第一点 第二点有可能联合各国再次向中国索赔 因为美国到目前有740万人感染 有21万多人死于这个新冠病毒 那当然他这样的川普如果提出再次索赔的话 当然会得到美国这些民众 美国这些所谓的这个新冠病毒 不管是感染或是死亡的家属的同意 那世界各国愿不愿意起一步调来跟中国大陆索赔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他提到在军事上的动手 美国可能要用无人机方式在南海一个小岛 有目前有这个中国军事设施的小岛上面进行一个军事 一个南海一个无人机的偷袭 这都是所谓的川普 江振泽提到了川普所说 要中国为新冠病毒付出巨大代价的三个方面 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我们提到了昨天 美国总统大选唯一的一场 副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 由现任副总统彭斯 跟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进行辩论 那当然这场辩论 美国媒体在事后也做了解读 认为相较于川普跟拜登的辩论 这场辩论算是比较平和 比较算是辩论 但是两个人也因为没有什么火花 也没有什么值得大家大叔特殊的 所以感觉上这场电视辩论比较没有看头 那江森哲又也提到了这个 反而因为没有看头 所以一只苍蝇在这个 彭斯银摆在头上 变成大家舆论的焦点 跟这个社交媒体 social media的这个讨论的话题 可以感受得到 昨天这场这个副首的这个电视辩论 并没有什么看头 不过他也提到了这个 副首的电视辩论 两人对某些的这个敏感议题 包括一旦在川普 或者是拜登当选总统之后 身体上或是不能履行 总统职务的继承问题 以及对中国问题 两个人都闪烁其词 并没有真 并没有很如实的去讨论他 因为涉及到敏感 第二不过他们昨天 也看得出来这个贺锦丽 跟这个彭斯 在外交事务上面 有做了一些多的一些磨合 所以电视辩论会 到底对美国的选情 有没有影响 一般目前来讲 根据媒体的观察 对中间选民 尤其剩下6%到8% 还没有决定的可能性的影响 其他大概对双边 民主共和两党基本盘的影响 并不大 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讨论议题 第三个我们讨论到这个北约 北约现在考虑要重新制定 这个游戏规则 那北约当年是因为因应这个苏联的 对欧洲欧盟的这个威胁 而因应而起 但是这个时过境迁 到底北约现在 因为中国的崛起 也在思索 到底要不要制定一个新的游戏规则 那江泽先生提到了 因为北约这样的一个组织 当年为了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威胁 而成立 至今呢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彼此各国之间 欧盟三十个国家 各有各的立场跟想法 必然松散 无法团结 那今天因为中国的崛起 会不会再次让北约 重新团结在一起 然后重新制定它游戏规则 可以 这个要观察 第二个考虑点就是说 到底北约当初是因为俄罗斯 而形成的 现在华沙 华沙公约组织都已经 都已经崩盘了 北约到底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 这是一个考量的焦点 另外我们也谈到了这个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结束 日本访问 参加这个日本美国澳洲 跟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 也就是外界俗称的 这个亚洲小北约 那江振杰提到了 这个蓬佩奥美方 当然希望这个透过 亚洲小北约围堵中国大陆 但是日本跟印度都有各自的考量 尤其日本 虽然这个跟美国之人有美日同盟 也有美日安保条约 但是他也不希望在亚洲 在这个前线跟中国大陆有所冲突 所以日本的态度是很关键 另外一个日本也不希望 这样一个亚洲小北约的成型 他认为这样会减缓 日本跟美国在所谓的美日同盟关系 在亚洲的重要性 所以一旦如果还加入韩国 台湾或新加坡 越南这些国家 让这个所谓亚洲安全联盟 更加扩大的话 反而日本的重要性会相对降落 所以这也是日本另外一个 对这个亚洲小北约的 这个态度的考量之一 当然上天之后也提到了 日本跟印度 因为跟有钓鱼台 跟这个中印边界的问题 所以对于这个亚洲小北约的 安全联盟是有急迫性的 不过日本的考量确实很多 尤其日本首相千一伟刚上任 所以他的这个考量点 跟这个衡量的地方也很多 这是我们提到了 还有另外我们也提到了 英国跟澳洲 英国跟澳洲考虑 因为中国压迫 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的问题 考虑退出2022年的北京冬奥 那到底英国澳洲 会不会真的退出北京冬奥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如果美国加拿大也加入的话 大概这个对北京会行政 很大的一个压力 这是江生哲就提到的 那江生哲以他在日本 他也提到了这个明年 东京奥运到底能不能如期举行 而且如果有政治因素干扰 让一些国家 比方说在美日冲突之下 在中美冲突之下 这个中国不参加这个日本的奥运 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奥运跟政治 本来不应该这个扯为一谈 但是通常好像运动的事情 跟奥运都扯 跟这个政治的关系 都脱离不了关系 这是我们今天提到的第三个议题 第四个议题提到了 这个美国皮欧中心 最新针对全球14个新进国家 包括12个欧洲跟两个亚洲国家 日本韩国做了一个中国印象的调查 发现这14个国家对中国的负面印象 都急速成长 所以我们提到了习近平 要及时突围全球反中 那到底习近平能不能做得到 江生泽提到了 国际间的反中情绪那么高 从四面楚歌变成十面包围 但是他认为习近平不太可能 改变他的做法跟想法 那根据皮欧中心的报告里面 所有这14个国家里面 日本最反中情绪高达83% 那意大利也有62% 那这14个国家 大部分都是全世界 现在最发达最新进的国家 全面的反中 也想显示到中国的崛起之后 已经引来全球的祸害 让全球都在反对中国 在抗议中国 不过江生泽提到了 习近平虽然不能够改变自己 不过他倒是有些事情可以做 他可以以退为进 或是明治保身 也就是取消他自己 自己所提倡的这个国家 中国国家主席的这个 中生制 任期中生制 如果他可以取消这样的任期制 明治保身 说不定可以让中国 透过这样的一个退为进来 缓和一下全球的反中情绪 不过习近平越没这样做 这个是可以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不过他认为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一种方法 也可以解除习近平 也可以解除中国 现在免疫遭受全球的反中的问题当中 可以突困 可以脱围出来 那我们最后讨论到中共武统台湾 美国会怎么样做 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了日本访问之后 在日本接受日本媒体访问 如果一旦中共无力犯台 美国会怎么样做 蓬佩奥提到了 美国现在正在集思各种方法跟努力 在降低区域的紧张关系 他提到的是外交辞令 并没有明讲说到底美国要怎么样做 江生提到了这个以蓬佩奥的立场 他不是三军统帅 也不是美国的总统 他当然有些话很保留 那讲那些话属于外交辞令 那根本也不脱离所谓的台湾关系法 跟对台六项保障 那到底美国会怎么做 如果一旦中共武力犯台 美国会怎么样做 是很难目前很难去断定 不过他认为 如果中共也有他的考量在 不管美国会保卫台湾 那中共会武力犯台 都是一个值得张卷 不过他认为 如果中共要犯台的话 可能东沙群岛 是美中有可能 这个发生冲突的地方 东沙在南海 但是又属于台湾那边有太平岛 又有领土的这个所谓的伸索主权 所以变成是说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较量的地方 不过他提到 针对中共共击跟共建 在台海跟领空 跟台湾海峡 这样子的骚扰事件 越过海峡中线 美国展现他的军力 他也必须做出反制动作 也要让中国知道 目前为止 美国对捍卫台海 是有他的决心在 不过这样子提到了 台湾现在目前处于 中国大陆不愿意跟台湾谈 然后台湾民意又不支持 跟大陆的接触政策 美国到底跟台湾亲近 那台湾也跟着美国走 但是美国对于自己 如何保卫台湾 一直没有办法 做出很明确的保证 那江生哲提到了 在这个节骨眼 台湾最主要应该是按兵不动 不要照进 不能够对美国做出太过于友善 包括建交跟副交的动作 当然也对大陆 也不可以有任何挑衅的动作 你维持不动 不动为最上策 然后也按兵不动 这是他提到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们也讨论到了 在中共无力犯台 或是美台建交 哪个是比较难的时候 江生哲提到 两个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来思考这个问题 美台建交或者美台副交 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 那中共是不是武力犯台 也设置掉中共 到底有不认能力来跨海 跨海侵犯台湾 那如果不跨海的话 他用飞弹 他到底要愿不愿意保持 这个台湾的完整性 跟整个政经实力 对中共共军 在考量是不是犯台的原因 那今天这是我们讨论的 这个五六个话题 谢谢所有的观众来观看 我们今天大新闻 就到此告一段了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